大家好 我是李蛋 拜托了学妹 是一个比我 好像一万倍的节目 拜托了学妹 我想请问一下 女生最讨厌男朋友回复什么 学长你好 我个人比较讨厌她回复 真不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 老阴阳怪气而且很敷衍 那个调子懂吗 那个真不错 然后是那个褶子 一根真的褶子 戳破的戳 聊一聊就给我回复这个 就无与子好吧 无与子 会有 夏天女生穿的衣服不都是 那种短的裤子吗 就很正常的 她说你出去不要穿这么骚 这不是正常的衣服吗 人类迷惑行为 我就浮了 然后她说 这对女生来说是夸奖 你好伤啊 牛逼啊这个人 有没有情商 情商的 情商 拜托了学长我想问你 你知道那个早安打工人的梗吗 学长妹你好 早安打工人 早安工具人 没有什么工具人 没有没有 我没有朋友 我除了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没有朋友 我除了他没有别的朋友 工具人 开玩笑 我有个朋友 等等 什么朋友 然后他今天发的朋友圈是 明明已经是山丘 但一大早教室里一个镜 说好热好热 原来大家都是上早八的 难怪感受到了 炙热的情怀 早安早八人 好累嘛 累就对了 仗旧天来月 但下午阳桌边 唯独不敢迟到 因为迟到要耽误我撸 撸起修口学习琴的知识 刚刚把早安早八人的消息 发给许多好朋友 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回复 后来我才意识到 早八的君我 他们这些人上人 都还在睡懒觉 睡什么睡 起来 睡什么睡 一起来 哪里来的狗 太牛了 拜托大学妹 请问一下你们知道 什么是山顶女吗 哈喽学长很好 你学长 住在山顶上的女生 其实我就住在山顶上 没有什么 水不好吧 感觉 感觉头发应该不太干净 她不单身 她不单身 太扎心了 还好吧 你能不能别说还好吧 你觉得吗 活躁 因为化老 声音很大 然后所以就 所以就会显得 太透明了 她一叫我隔壁 我就来找 哈哈 造反了 拜托大学长 为什么很多女神的男朋友 颜值都不高呢 哈喽学妹你好 可能是因为 相对于长得普通的男生来说 需要更加的去 用尽全力去追一个更加好看的女生 所以更容易夺得女神的放心吧 我觉得 有啊 反正她也被追上就不说了 很少子尊 我觉得 你刚刚那个朋友都带吗 你自己 哎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我 是你 老你 你也 可能更看重钱吧 我觉得 对不起 有钱真的了不起 好 送点东西 然后被拒绝 一直被拒绝 自我自甘多恶 换下一个目标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反正到现在 还没出场对象 太难了 我都不想 你再说了 学会喜欢一个男生 类似于消草的集结 所以会问出这种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还担心呢 我怎么回事 拜托学妹 下厕所会有纸 你会怎么办 哈喽学长 你好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这种挑战有点 有点奇怪 舞台对劲 首先外面有人的话 那就先问一下 那个 就那位美女 有没有纸 然后如果没有人的话 电话叫自由 送纸 就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 就拉起裤子 然后往外走去 别的厕所见上 看看有没有纸 我们学校那边 都是有纸的地方 对对对对 不是啊屁股收拢啊都 怎么会 怎么会沾到呢 本子也能接受吧 很接受 看那个本子什么材质吧 温柔一点也还可以 太粗糙的话 你受不起 揉一下 对对对 就让它软一点 对对对 男生可能 直接用刷 其实还是有点恶心 你是来拿水的吧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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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啊学长 我们有个问题 假如可以有30米 你想要增加在哪里 很想而易见了 哈哈哈哈哈 拜托 Kit Schmidt terrain 坐到了 крと 柠檀 organizing 记得 ビバー 動手